指数目前上涨35点 在17631点 当然指数出现了回稳 今天在盘上的时间多过于盘下 当然前几天台股的拉回 因为本周前两天是下跌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前两天的拉回下跌 影响本周的台股 大概有将近200点 所以台股这个礼拜 以算到今天来说 是跌了快200点的 那今天的反弹在尾盘 又有起指的结算 看起来好像还稳在35点附近 来进行结算 会不会是前两天 就已经先修正过了 所以结算压力有减轻 但是明天 明天有联准会的报告 联准会如果大家都认为 是转音派 但如果大家都已经认为 那之前几天的下跌幅度 是不是也反映了呢 现场特别请到的是 胡玉堂 胡芬医师在现场 告诉大家 有没有一点 这种不管是 这个所谓的结算的压力 前两天反映 然后呢 包括明天联准会 可能会鹰派谈话 前几天也反映 所以啊 明天就算真的联准会 真的转音了 而且甚至有在喊到 什么升息的这种说法 我们也不用太紧张 会不会反而呢 是符合预期 甚至利空出境呢 你怎么看 好 没有错 凯明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其实这联准会的一些 可能是出来升息的一些方向 或者市场比较保守的一些看法 我相信 就像刚刚凯明聊到的 也许都已经在市场的预料当中 那时候讲股市就反映未来嘛 那这几天尤其昨天的下跌 是不是就先反映这样的一些比较保守恐慌性的因素 我觉得是有可能 所以再加上外资的放假 你看到今天台股的一个量数 原则上就像我们过去谈到的 我觉得对指数的空间影响应该并不大 好 那就像外资 我觉得放假该卖股的这几天卖一卖 然后如果联准会的一个试出来的看法 第一个真的是比较保守的话 偏割的话 那我相信符合预期 那万一他可能又谈话上 又是一些暧昧不明 或许又让市场上有点期望 是不是因为可能 Omicron的一些病毒因素 也许会让这个所谓FED的一个 比较紧缩的政策会有所放谎 那市场又会利多解读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 这个在今天的晚上凌晨的一个部分 去跟FED的谈话 先不用太紧张 所以回归到台股的内容来看 我觉得看法上 我还是跟过去的分析的一个大方向一致 中小型股表现为主 那中小型内容来看 第一个 刚好的顺着游戏的旺季到来 再加上应该算是今年最热门 甚至到未来所谓NFT的议题 所带动的这些游戏商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大转变 甚至今天红达店也传出来 要推这个所谓NFT的 艺术交易的一个平台 这个我相信是未来元宇宙 这个发展方向当中 蛮重要的一环 所以除了红达店之外 这一波最强的游戏股 应该看到除了霹雳之外 应该就Oh My God Oh My God 短短的时间大概从100块左右 飙到现在156了 已经拉了快要五成左右的涨幅 短短大概一周左右的一个时间 因为它也有这个所谓的NFT的 相关的旗下的IP的一些产品去推出 也有这个市场的一个聚焦的热度 当然如果就基本面来讲 过去我也谈到 如果说EPS在游戏族群当中 甚至在NFT领域当中 布局最久的 应该是橘子 而且我觉得股价最委屈 因为刚刚谈到Oh My God 前三季赚1.85 股价已经飙到100多块了 6180的橘子前三季就赚了5块钱 而且它在NFT相关的 这个应用方面的布局 算是非常深的一家公司 因为两年前 它就推了这个所谓 虚拟道具的交易平台 就是采用这个区块链的技术 用NFT的一个概念的架构 是希望让玩家或者游戏的开发商 未来在游戏市场这一块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平台 甚至在明年 所谓以区块链为技术为主 打造的游戏 将会是未来的主轴 那橘子也有机会 推出相关的一些 新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以位置点来讲 它算是刚突破年限短墙 打出了一个玩心地 而且刚刚也聊到 中小型股是最近市场上 买气相对强的 你说外资放假不用怕 有内资的买盘支撑最重要 所以这一块来讲 我觉得游戏族群 又是过去内资比较偏爱的 所以这一块我会放在 在这个12月中下旬 甚至到明年1月份 大概是它的一个旺季 这个部分我觉得 有机会去反映到 这个所谓比较 营收成长的游戏股当中 投资们还是可以 站在价值的投资 甚至一些产业前提的角度 去看待这些游戏股 因为这种区块链的技术 我觉得会让游戏上 有不一样的一个转折 那再来一些中小型股 我会锁定在一些财报面 在今年以来 已经较出不错 明年有成长 举例来说 你可以看到像是 做这个陶瓷基板的九豪 九豪在今年较出来 亏转赢的成绩单 那最重要是这个 立贴的陶瓷基板 过去都是由日商玩和所主导 但是九豪现在 已经也可以做到量产了 所以说这个立贴的陶瓷基板 主要是打入到 订动车方面使用 因为比较耐热 比较适应这种 所谓高压高点的环境 所以你看到九豪的部分 其实以形态来讲 算是蛮漂亮的 因为均线刚好纠结在这边 刚去做一个下上发散 而且今天这一根红棒 又过了大概过去 这块要三四个月的 这个整理平台的一个上缘区间 算是一个蛮标准的 带量突破的一个表态 而且你还特别可以去观察 就是说最近有些 是量增加强的个股 你更要留意 因为台股是量缩 但是有些个股是量增的话 那就代表说 这个背后的买器买盘 或许就是锁定 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再来我们过去也聊到了 在设备厂当中 算是业绩很好的 三四五的油田 那油田比较特别是 我们上一个外资的进出 我们刚刚谈到外资放假 他有些会陆续卖股 然后就去度假了 然后可能操作就减少 但是有一些外资 在放假前买 但是还愿意续报的个股 那你就要特别去留意 那很有可能就是 他放假回来 还会再继续加 因为油田的部分 从十月中下旬开始 外资就连买了快两个月 那这一波已经买了三千多张 那因为毕竟来讲 在这个光学检测设备这一块 他的大客户像是南电锦硕星星 未来这三年资本质数是扩增 所以他的订单的能见度 是非常的高 所以你想外资为什么会买它 因为他今年就有机会赚七块 本亿比大概才十一倍 那外资放假前不卖 还在持续加码 那很有可能放假回来过后 你说大概明年 因为这两个礼拜 外资开始放假 明年这个圆月回来之后 我觉得再加码的一个机会 非常的高 因为毕竟来说 不管是在光学检测 甚至在半导体 OLED相关的运用方面 油田也有布局 所以说相关设备的出货 是成长的 再加上他的这个 iTrack的同工追踪技术 也应用在车用ADAS 甚至是消费领域 元宇宙端的一个部分 也是非常让市场有期待性的 所以我觉得类似像这一种 不管是底部转强的 甚至已经走出一个多头架构 这种法人锁定的个股 原则上我觉得 在目前的一个架构来说 还是可以比较偏多去看待这种转机成长股 好 这我们看到这些都是 有没有转机题材的一个概念在反映 尤其是这几天 转到了一些 这个题材股上才比较有撑 那今天上涨龙头一点 都是有修正过整理 跌升反弹的 但是维持续强的 就是在什么元宇宙 在这个网通 还有包括像游戏软体 游戏股的部分就比较强势 这属于比较强劲的个股 台股进行五分钟撮合 尾盘 买单拉高股先看 有华航 27.2 上涨1.3做收 拉了一点尾盘 中指连3K 中指连黑股就有华航 长荣行 在尾盘虽然有一点反压 但以27.25上涨1.05做收 中指连3K 也是中指连黑的 尾盘买单敲进股 有长荣138块 拉尾盘 中指连3K 这些都是中指连黑股 那另外也包括了有 像面板股友达 还有包括群创 友达群创也是拉尾盘 买单敲进19.15的群创 一红吃四五根黑K 而友达的部分 则是一红吃掉了五根黑K 所以看到这都是 一红吃连黑的个股 友达跟群创 今天面板双虎还蛮强势的 另外个股尾盘买单敲进 有飞红 还有光磊 还有像何勤控 以及包括达韵 达韵今天尾盘也见买单 个股也还有彩晶 发现面板股的部分今天蛮强的 跟面板零组件也都蛮强势 可以有一红吃多黑的情形 也请教这个玉堂 一红吃多黑的面板珊瑚 怎么看 真的一天可以吃下前四五根黑K棒 那今天的强势 可以预告着 接下来它会变成 现在台股当中 有这个内资 会选择当资金避风港 或是有低本益比低股价 高股息概念的题材个股 在这里会有比较好的 红包行情空间吗 怎么看面板股 居然有一红吃多黑的强势 在今天这是谁买啊 你怎么看 好没有错 这个看起来我觉得 内资买进的一个机会 也是相当大 因为投信先前已经索码的 那第一个来讲 我觉得刚才凯明他一个重点 就是说现在可能市场上 锁定一些低本益比 尤其会谈到所谓高值利率 因为来到明年陆续 大家会看 去年大赚的公司 要发多少的股息 这个面板双虎 就有这样的一个 算是市场期待性的利多 因为今年的大赚 是难得见到的 你看尤达前三季就赚五块了 不管不论第四季多少 因为那应该是不至于亏损 那群赚也差不多 赚了四块九九 那赚的钱 你说拿一半配出来就好了 那你推算这个股息殖利率 配个两三块 如果啦 如果有配到一半的话 其实以现在股价这个 大概二十块左右 你推上那个值利率都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面板双虎又跌了非常的深 先前经过大幅度的修正 那看起来就有点利空出镜的味道 因为面板的一个跌势啊 最近一些法人的报告 有一点点转去乐观了 没有像先前这么悲观 所以刚刚聊到就是说 在最近转强的这些 今年有获利大好 又修正一段时间 甚至有一些高股息殖利率期待性的 除了面板之外就是货柜航运 因为货柜航运 这个今年来说没有问题的话 你说赚到四个股本以上是绰绰有余 那这个长龙阳明望海股价一百多 赚四个股本 假设啦 假设配个一半或者一半不到 配个三分之一都好 十几块出来 那个殖利率都已经算是相当吸引人了 再加上如果真的 明年货柜航运还有今年的龙景 因为有些法人报告是蛮乐观 甚至有点更乐观 是明年会赚得比今年还多 那你再从本益比的角度 大概去看一下货柜航运的话 或者殖利率的一个配型因素加上去 好像真的是蛮吸引人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今天的货柜航运 甚至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跟面板的走势很雷同 都是跌身之后 最近不管是法人甚至内支 看起来这个捉莫度有增加 所以我倒觉得在接下来的选股 还是可以朝这一块去着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